菜花充当统帅,号召千军万马 化身妈妈屠宰牦牛,最终满载而归 哈喽,欢迎收看一看旧生计第71集 满载而归,我们疲惫的回到了小屋 安详的睡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小石头说 我们到伙儿再看一下M星球的路径图 看看还需要什么材料吧 我们接到了菜花,一同在乌牛广场 我们身上的秋山宝石给了小石头 小石头在箱子里捣鼓了一番 说,有了有了,宝石结晶能够做出来了 但现在还需要混乱结晶 只要我们能够击败露西法的座机混乱恶龙 我们就能够拿到M星球的路径图了 可是,小石头沉默了 混乱结晶的一项材料需要地狱里的岩浆金沙 传说,它能够在岩浆里生存 吸收了岩浆,化作岩浆金沙 那我们要怎么获得呢 小石头说,非常危险 就此一生呢 如果碰到了岩浆怪 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为了预防万一,这次就我俩去吧 菜花还是留守在乌牛村 菜花一听就不高兴了 哼,谁说的 在危险的地方,我也得安全度过 好吧,我们就三个人去吧 不过需要出山沙 我一定出山沙 我知道,之前菜花有教过我 用秋山沙来吞噬岩浆 我挖了好多秋山沙回来 奔成三份出去 小石头古岛做点道具 结果菜花已经进入到了地狱里 我们赶紧过去吧 来到地狱里啊 小石头,现在我们上哪里去找岩浆金沙呀 小石头说,岩浆金沙都藏到了岩浆里 我们就看着岩浆找 不过,不要过去对岸 如果这周围都没,再过去 对面的岩浆怪凶事恶煞的 咱们小心为妙哦 走到边缘看了一圈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岩浆金沙 小石头说 你们看,这里有两个喷火的 就是了 喷火底下的就藏着岩浆金沙 但是这里都是岩浆 掉下去那骨头都没了 小石头继续说着 别急,我有办法 是消灭岩浆 于是靠住了发射台 打开开关 水流注出来了 它将岩浆就熄灭了 好啦,现在我们可以在岩浆上行走了 我跳了下去 还真的可以 这一喷火下面就是岩浆金沙法 小石头说 我来吧 附魔岩浆我有经验 说着 他就拿着沙子填到了岩浆里 慢慢的周围一片都成了秋沙 想要从这里挖下去就可以了吧 我挖了下去 他真的就看到了岩浆金沙 小石头也想去看看 小石头想确认 于是就都下来了 就这样子 我们三个人在四个空间里 骗着漂亮的金沙 可想要怎么挖呢 小石头说 若母来不 他掏出了铲子 将岩浆金沙给挖了出来 我们获得了岩浆金沙 按照小石头的方法 我们成功的挖到第二颗岩浆金沙 起来这话 甚至松了一口气 纵算安全了 小石头需要打到回府了 我看了一下岩浆管 就脱出我的痕冰宫 电视台连续发射冰宫 让你盯着网门 难怪背后 总感觉要嗖嗖的 点击关注 记得翻阅以往1-70系内容 每天定期个系浪机 不见不散哦